好了,各位早晨,來到我們今天2月19日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港股開市talk 今天有Jackson在這裡 也有我們今天的嘉賓Chris Lowe在這裡 早晨,Chris 早晨,你好,新一年恭喜大家 龍精虎猛,身體健康,隨魚滾滾來 是的,今天應該是大年初十 今天初十,比過十年都大年 是的,這裡也預祝我們這裡很多不同的觀眾 繼續在我們的農簾裡面 最重要就是身體健康 見到今天來講,回來也很重要的 因為A股就服事 大家就等著這個北水歸來 不過似乎這個北水回來 就對港股的幫助 就好像真的沒什麼用 因為見到港股上個星期沒有北水 就連升三天 但是今天北水回來反而是要跌過百點 還有A股其實服事是能夠紅盤高開的 不過高開之後就似乎都無以為計 那待會都問Chris究竟整個策略是怎樣 還有大家都知道 現在大家都小看港股了 把眼睛看出去 當然我們都要問一下Chris Lowe 美股裡面有什麼重點需要留意 尤其是這個星期的關鍵就在於 沒有記錯時間 好像是星期三晚 這個美股的NVIDIA就會公佈他們的季度業績 大家都很關注 這一份業績對於究竟整個美股 或者整間公司的前景有怎麼看 那待會都問一下究竟Chris有什麼策略 但是我們身處港股市場 又有A股服事 不如先問一下Chris 上個星期就算是不錯 但是因為沒有北水 成交少 港股連升三天 但是三天成交沒有一天 是能夠可以過到這個800億樓上 今天回來有北水反而要跌 怎樣看一個港股 港股其實大家平心而論 看回其實是沒有什麼方向 那你看回自從1月24日到現在 就是你上一天也好 那它這個交流率 都是介乎15,300至15,300 到這一秒鐘沒有改變過的 那上個星期看到它飄一飄上來 就好像很厲害 但是你看回其實當日 在2月16日收市價是1639 它並沒有過到2月7日的高位16406 那其實整個叫做蟹貨區 或者是屈環區也好 都沒有突破到的 那今天回來呢 合情合理的 那你再看看 就是今早來講呢 其實一開出來已經訂了 你看看旗子 不是恒指 不是恒指 特別是恒指很明顯的 一開市價是16334 那跟手呢 高位現在都是1634 那就是告訴大家 一開出去便是股貨 那其中的原因當然是A股開回來 那A股開回來的時候 其實你看它現在就是上正 甚至是這個中國富士A50 都是下跌的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既然沒有一個很熱似的氣氛 推動A股上去 那港股要回是合理的 那因為其實 我實說現在港股跟著什麼市場呢 是只是跟A股的 你說歐美市場是完全跟著的 甚至美匯指數的影響 對它現在越來越少的 那所以只要A股有什麼打爛震 就是風吹草動 其實港股影響很大 那所以暫時來看你A股不行 那港股力很難獨善其身 因為大家知道 現在港股市場都是頭水滾頭魚 那有多少北水 外資真是遼遼可數 那所以都是看回A股行不行 A股行我們就行 A股行不行我們就行 我們就行 所以不關美股事的了 不關美股事的 因為美股其實 其實美股是在另一個元宇宙裏面 跟我們是完全無關係的 因為你見到美股其實 就是他們那邊這麼強勁 不斷創歷史高位 甚至現在呢 稍後詳細講一講吧 現在其實有少許 就是2000年的科網股 那個字潮是很相似的 所以那邊升到發發聲 今年來講會再升多一些 我都相信是很大非常高機會的 但是港股呢 現在始終要跟進入內地經濟 內地有通縮 那就是通縮的比起通脹 更難搞的 再加上每個回價方面的問題 人民幣現時的水平 所以其實是看港股和A股 是不容易會上升的 那就是會不會見到低低的位置 不會的 因為呢 你始终跌到某一个位置 不要说你是否牛市 或者你什么价值投资 不要说那些东西了 你去某一个位置 其实不多不少都技术反弹 我是说是技术反弹 看回恒生指数的历史试行率 其实在一月份已经下回单位数 这是一个熊市接近见底的迹象 无论你说是熊市也好 不是熊市也好 纯体是历史试行率 其实也有条件要反弹 如果你看上一次何时发生过 你可以追溯回在202年的9月和10月 是跟现在非常之相似 9月是跌至9点多 10月跌至8点多 接着它就跌至14,500多 看到底之后一下抽上来 升至1月8千多点 现在的情况有点相似 现在升至8000多点 为什么会上升很多 不是的 因为回看之前跌下来 确实跌得很深 跌了很多的时间 跌了很多的时间 跌了8000多点 其实你就会加回 16000加8000 那你也是23000 23000 23000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位置 我觉得上上落落为主 如果单边好像以前那么厉害 就是后市 升5年的 我想不要想了 可能是会有的 但是在这一秒钟 看不到这个情况 我只是看到它有技术反弹多 所以在长远来计 其实暂时看不到太乐观 但是短线 我相信在3月左右 刚才说过 1月份已经是单位数 上次做了2个月单位数 第三个月就回升了 现在1月做了 2月可能是单位数 那你不等3月 到时就会有机会 那你这些鞋放的可以脱身 但是记住 港股是难炒的 你要拿捏得很准 那个底和顶 做一个合约方向才行 如果你在以前 我买了它 我觉得腾水很厉害的 很够的 或者汇丰 放在这里 你只能吃到那个反弹的势 因为它没有长期升浪 你一不吃糊 它就会回升 所以记住 港股只是可以做反弹 或者高位沽回来 那美股现在正在玩一个很大的泡沫 泡沫是不断的 价格上涨得很疯狂 像早前我们看看SMCI 过来月以倍计的升幅 是很疯狂的 这些就是一些泡沫 可以炒到的市场 港股有没有泡沫 我也想 但是你用棍子发去 那些泡沫都不上 所以现在是很难够的 都要炒到trading range 是的 所以港股策略很明显 就是用一个区间的方法上落 现在就是区间顶 所以这个时刻不会买上去 但是如果反过 我们短线一些即使做淡的话 例如我只想做淡 可能看它落到16000点 又可不可以有一个短线的操作手法呢 可以的 因为刚刚刚开市 都比较忙 我通常看着开市的黑市是怎样的 那就是用淡仓的 如果day trade来说 做淡仓的 那今天 假设它这个这样 因为今天有几样东西 大家看到的 A股是不生性的 因为深症也看到 1.5%的 就是整个上症 心症也有A50那些 全部都掉下来的 那你不要憧憬 今天港股又运行 除非突然间出了好消息 全部A股指数打上去 那你趕快就要看好了 但是现在未发生的事情 是看淡的 今天是看淡的 那现在也是在做淡仓的 那你说会不会是 就是再下来多些 那如果那个pattern是不变的 那pattern不变的 就是说 由1月24日至今 那pattern不变 那它会下来15,300 纯粹下来先 瞞着你 那其实也有千例 怎样可以炒range 那你就炒这个range 其实港股就是这样玩的 那我觉得淡仓 现在是一个合理的做法 是啊 看到港股 似乎纯粹从点数去算 都越跌越多 跌差不多170点 那究竟我看一看今早 究竟主要跌些什么 其实都很明显是科技股 就拖着个大事 你看到 那腾讯方面 现在就跌超过1% 和今天的成交都挺大 那已经去到超过12亿的了 那至于美团方面 更加跌超过2% 那唯独是有邦 那暂时卡稳 阿里巴巴 理想 网易 都是跌超过1% 那小米的跌幅更加大 跌3% 比亚迪方面 都跌超过1% 至于今个星期 会公布去年全年业绩的汇控 暂时都不错 股价升1%过外 平保方面跌2% 而7226 这个正向的科指两倍 ETF就跌半成过外 凌富基金方面 就跌1% 至于李宁 今次日 就再跌下去 20元以下 跌超过7% 华润啤酒 就跌超过2%过外 反而中海油 就涨超过1% 那我想问一下 Chris 如果现在这样去看 做淡的话 纯粹从股价 就是从股份 或者板块 是不是都是以科技股 做淡科技股为主 科技股是比较差 但是我们要选择 说真的 是以药的板块很多 科技股是其一 医药股也是另一只 所以这些大家可以留意 但是不是每一只都可以做的 你选择最弱势那些 例如你看到 3690 3690上回50天线 在2023年11月左右 完全过不了 你可以看回 如果3690是穿上天的低位 你就跌下去 跌下去 跌下50天线上不了 因为其实 为什么说50天线 又不说20天线 100天线 因为股价惯性 上次50天线 顶着它不让它上 就是50天线 所以现在又是50天线 这些就是可以想 那么700那些的模型 也开始看到 又是50天线 而且它有三个型收窄 三个型收窄 你可以去驾驭它的东西 如果也是同样穿上天的低位 在284 都可以做下单仓 那么9800的模型就不明显 那这只我又不会做了 那如果是110 110 今天 它的模型不是太明显 所以这只不做 所以ATMXJ的 看起来是6800 9800 其实这只都 training range很门 它的方向不强 所以 蛋仓最700 和3690 自己看位置做 重点都是GNOS 是低6000 最大了是50天线 一样两只都是 好 那说起这个科技股 有位朋友 就有几只 就是和科子有关的 不是 科子有关的ETF 就想问了Chris 就包括7226 那726 就应该是没有记错 应该是好像是正向 等一下 7226 对了 正向的 就是看好的 另外就是7552 那7552呢 就是反向的 看淡的 那就是在这个moment 究竟是看好 还是看淡科子 如果在ETF里面来说 选择7226还是7552呢 现在看到7552 其实现在在带上来 因为今天是货子跌的 那我觉得可以 现在博一博 现在值得博的 我们可以开回722 7552的幅图看 其实你现在在行 一浪低一浪 那一浪低一浪的时间 你要拿捏 其实怎么做呢 我们最好就是等它 到浪底翻弹上来 那今天似乎是 因为下到50天线有点弹的 那你现在去博 现在博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呢 你的指示会很近 只要跌穿 上一天的低位 上一天低位 就是在7.78左右 总之是星期五的低位 跌穿这个位置走 那你可以输的空间很小 但你博去上什么位呢 你博去上一条10天线 那10天线的话 大概是8.7552 大概是这些空间 暂时不要看得太远 那再上到才说 那起码你都知道 你那个风险 和那个潜在的利润在哪里 嗯 好啊 另外他还想问一下3066 306就是一只比特币的ETF 那如果究竟要看这只ETF买不买 那就是看比特币的了 但是比特币就过去这一个一个 过来两个礼拜的走势都相当之强劲 那但是暂时就没有了一个 比较明显一些新的突破 那这些时候再部署比特币的话 那风险又是怎样呢 那比特币呢 大概在52,000 所以就是看52,000 的位置到不去 那就很快 那就是 就是说完之后 那天就上了52 那现在一直 站着在52,112点 暂时这个位置 那未有进一步特币的处乎呢 就暂时处于华洪区间 那我觉得呢 就是等一等先 那因为 就是听似这么说 应该是没有货的了 那没有货呢 其实通常呢 我们会怎样做呢 就等一个区间呢 破位给个方向我们 我们才去跟的 那如果它在华洪区里面走着呢 那就 因为不知道方向 那我就觉得 不是一个最适合的时间呢 就去 就是去考那类的 那所以呢 大家可以不妨呢 就看一看 会不会呢 能够破到位先 那破到位的时间 我就可以想一下 那现在的华洪区很窄的 现在的华洪区是说 月十五里的高位呢 是在52,819 那如果低位呢 就看回呢 在50,652 那这两个位呢 你看着 如果是破高位呢 就是它继续向上走的 破低位又向下走 那是很明显的 那所以大家看着这位先做 现在去到这个位呢 暂时就一个整股来的 很多时候整股完之后呢 现在都会有一个新方向 那就有新方向才做 但是你觉得 比特币的大方向 是不是今年都是向上的机会 比较高呢 就是因为未来 我看到有些市场都说 就是未来又有这个 奖励减半 等等的因素 那之前也都 在美股方面 也都批了这个现货ETF 那大势上 比特币会是今年其中一个 你觉得是一个不错的资产的选择 这个可以考虑 因为我看到其实 其实呢 大家之前说 如果不买金 就买比特币 那其实 反而比特币的走势 比特币的走势更强 那你看一下 其实暂时说 那个阻力位 刚才说 52,000左右 其实下一阵有53,000多 但是这个太近 就无谓说了 那如果真的再明显一点 下一个位 其实应该是59 我觉得 如果破到顶 上59 机会不小 所以大家只考虑 始终这些属于 就是大波动性高风险 那你买一只ETF 就好一点 因为就是 起码是一只ETF 但是 如果你是纯粹是 在一些交易所 去买一些比特币 那你自己 要很了解 那一间的交易所 是不是稳妥 因为 就是始终 大家见过 曾经爆我锅 那所以 ETF可能会是一个 比较安全的选择 嗯 好 这个就是3066 香港上市 不过这个就是 期货ETF 所以大家 是期货ETF 好了 这个时间 我们都不讲过港股 看看如果大家有什么 港股问题 想问Chris的话 大家可以留下 那我们转讲一下美股 上个星期 终于迎来一些小调整 你看到美股三大指数 上个星期五收市 都是分别要去下跌的 但是其实跌幅都不大 三大指数跌 都是跌不多 过1% 染纳指数跌得比较多些 跌幅接近1% 最主要是因为美债息 就上回来 今晚美股就没事的 但是都想问Chris 大体方向 其实美股的调整空间 会不会有在 还是你会觉得始终 它都是一个破顶格局 因为我想很多朋友都想 究竟我现在这个时刻 是等它调整才做事好 还是等它破到一些位置 再追入 究竟现在美股的大方向 会是怎样呢 我觉得在等先位之前 见到会议下来 上星期扔了一支阴烛 你见到标普和纳指都有下跌 跌口 现在全部补回了 但是暂时未破顶 我也不会衷景它 调整结束 因为调整了两种 第一是价格下跌 很明显跌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它调整 第二是波动区间横行 就是去消磨一个时间 可能也要一个星期 两星期 甚至长些时间都不出奇 但是它的价格 不会大跌 现在似乎就是在走这种 在销售阶段上落 如果它不破顶 我又不会估计它这么快 调整完 始终它现在正在调整 但是在后市方向 我相信是向好为主 因为有几件事大家要留意 刚才提过 其实大家一直都在说 AI 由硬件GPU炒到一些软件相关的发展 其实今年继续围围着这个主题去炒作 好了 其实你想想一下 究竟这些科目 曾经在过去这几十年 不论美国或者我们香港方面 没有炒过 当然有 就是当年20,000年的互联网的 科目热潮 那时候又是炒爆的 如果大家记得的时候 那是Tom.com的年代 这些股价升到 就是以不知多少十倍計 这些股价升到 所以 现在其实 美国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不是说AI不实在 有些事情 但始终市场是亢奋的 其实已经炒过了 炒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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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股价没有炒 炒过了 最应该是有蓬获 一定有蓬获的 美股现在 我可以告诉你 而且美股三大指数 不断创新高 其实是一个 美股的牛市三期的现象 三期之后 就变成熊市一期 但是现在还未到 那什么时候到呢 今年内不会发生 为什么呢 今年应该 因为美国市场共识 一定会减息 减息 减少就减少了 减少一次 两次 三次 甚至更多 是没有人知道的 但是有这个共识的情况下 坐底减少一次 但是之前说 点阵头减少三次 那你就预计 最下落的情况 减少三次 就是大约四十三厘 但是怎么也好 我觉得 减少就减少了 有这种趋化剂 那你又变成火上加油 本身升到发声 三大指数又破顶 如果再减息 那是否更瘋了 所以现在还未到最瘋的时间 放心 还有一个空间 第二件事 就是今年是大选年 根据各个历史显示 其实大选年 在大选那个月之前的半年 股市和经济都开始有些明显的起动 因为会有些政策推动 令市场气氛更好 好了 继续11月取回半年 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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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所以整件事是很合理的 你不论在时间上 政策上 都是完全配合的 所以 今年未过 不要看淡了 你可以不相信它升 但是你不要看淡了 因为一镜头就不是开玩笑 所以我认为今年也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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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例如SMCRD 大家都称之为染股 其实这个格局 如果大家真的有炒开港股 即是有经历过2000年的蜂蜂股 你会看得到一件事 它的模型 升势 整股锤 都是一些中小型股的炒法 上星期提醒了大家 为什麽呢 我就是用中小型股 它们的典型 建顶格局 去分析美股 放回去 是完全适合用得到的 即是现在整个炒法 基本上就是以前过往的中小型股炒法 如果你有炒开那些 又炒得多好的话 你拿回同一套炒 基本上不错到哪里 所以今年 我觉得美股也挺好炒的 唯独是港股就更难搞 既然看到机会在 那不如把投资组合分散少少少资金 去美股方面做一个操作 因为今年是会炒得多好 下年我不敢说 因为美股 应该说美国大选结束后 通常市场都会回落 因为全都损失了 陈埃落定 那谁做了我 之下又有新政策 所以市场多数会回落 所以年底或者明年初 美股确实我自己不是那么乐观的 但是今年没问题的 闭上眼睛冲进去 买一些大家耳熟伦场的批 其实赢免都一点都不小的 那这个就是 美股虽然是有机会一定有泡沫出现 但是泡沫就现在不要你拒绝了 因为下一次的角度来说 今年就不会发生了 现在美股也没去到最狠的时间 所以大家还可以继续在美股里面 是找个机会 不过你讲到这个SMCI 因为你刚刚提过是一些 中小型股的炒法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可能 短线它真的有个调整 因为你看到上星期五 急跌了两成 虽然你说盘后有些反弹 但是反弹幅度都是比较少的 看到现在Kelvin Leung也有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回到800元去哪里 其实是不是时候进入 如果Kris 就是问你 如果用这些中小型的角度去看的话 他们的调整会是用时间去看 还是用幅度去看 就是再捕捉入市的机会 他怎么去找呢 其实泡沫就一块和《世日故》一样的 第一个说什么呢 都是收货货货货归哪些 接着就做了一些长期的调整 其实你看到的 这个明显是不得了的 就是有炒开股的 真是懂得看的 2023年8月一路在横区 在横区之后 爆棍上来是19日 老土的说句 那天是什么情况呢 价量齐升 这些大家都听到耳熟能长 价量齐升在横区之后出现 实际说股价开始要爆了 你来跟着就跟着 看到股价真的冲了上去 然后第二天做了阴烛 阴烛是什么来的 阵烛 阵烛后再冲上去就一路上升 一路上升 一路上升 再亢奋一点 整个上升烈口 大成交大阳烛 你就不死 这么开心来追 接着这些都会告诉你 通常一两天一两天见不见 所以那天在Facebook 那天在Facebook 在爆那天之前那晚 跟大家说 我先走了 下次再玩 因为出现了我刚才所说的 全部迹象 我会知道 因为它的走法和港股一样 所以就炒完 接着好了 冲了上去做阴烛 这个劍顶的走势 典型都不得了 就是 串头破脚 连两个烈口都补了 之前升上来的两个烈口 接着还有一个东西 看回它在什么位置收 地勾收 由头股到落尾 山坡到尾 还有成交 有什么情况 你看回 其实在过去这大半年来说 那都不是半年 看一看 都很夸张 我看到 没有 可能是真的 真的有上市以来 单日最大的成交 那没有 散货散得那么厉害 你还想有得玩 不要想了 就是你现在进去 是 是 是连条C都收不到的 你一买 我相信你很忽略 它 它是怎样的呢 通常这些世界股的炒法 最终炒完之后 现在叫炒完 最终它走势就是陈距陈土距土 哪里升上来 下哪个位置 你自己想 那就是说 大概会下400元 哇 炒了1000元 是不是 那你自己玩不玩 其实 为什么我觉得 美股不用这么执行 我一定炒这些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我提醒大家 赢完之后 拿了9000元就炒另一只 永远都有一批 做完华行之后 突破 然后震仓再爆声 每天都有 何不你玩那些 那你这只玩完 你可能400多元 每天都有1000元 足够 赢了一倍 接着我就扔去计计 找回同一个模式 然后再炒 每天都有 不是没有 这是真的 每日租 因为我自己每天都会做一个 monitor list 我每天都在找股 每天都看到这些 嗯 有没有什么 近期发现到 Chris 或者什么 这些升价 比较多 是的 其实 但不是这两天升的东西 譬如上个星期 有个AMAT 都可以的 但这就是之前买下的 不是现在升的 所以你又看到什么 也想和大家说 就是说 他也是之前做了很长的 时间的 pattern 一个横行区 大概 2023年7月 做到2024年1月 跟着破了位置 震一震仓 就抽上去 又是这个 pattern 对不对 就是你承认它就可以了 你发梦都想着它 总之 就是看图很简单的 就是整个 pattern 出来横行突破震仓 爆升 说完 四个 step 那你看到哪些图 你开出来 就是这些样子 就是升级的 嗯 原来 这个很明显就是你的粉丝 因为AMAT YT user 就想问Chris 你现在还可不可以买 现在不追 因为之前买下的 那你现在追 因为你看到他抽上了一天 带成交的 他应该有少少和利回吐 和阴足 那你就要等 其实 迟了 因为通常最好的时间 记住 横行之后 第一次爆上来 有带成交的那一下 就是跟你说 你好买 就是这样 你不买 你就失去了最佳时机 那现在再买 其实他现在就像是一浪 一浪 那你等他回了之后 找回浪底再买 嗯 不过你刚刚提到 SMC 如果要回回去400元 都会很多 现在你800元 那些都不玩了 那些都算了 就是你上次失去了 就是失去了 就是 机会 就是每一只股呢 我告诉你 这些通常玩 就是什么玩法呢 他会收集一轮 就是类似库言龟边 那样 接着做完之后 就是慢慢 把钱推了上去 那次刚巧 我和一群朋友 说 这些是这么小的股 我说 就是叫大家散水 难道他又懂得看 接着呢 有朋友说 其实背后的庄家是台湾的 就是会继续问 所以 其实 大家都是这样玩的 所以 大家 自己留意 我觉得 那我觉得 这些股呢 不需要觉得IOMICS了 很可惜 一定继续还有这些股的 嗯 那这个就是小价股 或者中小型股 但是 我想现在很多观众看的 除了这些之外 就看回一些大价 就是AI 或者我们所说的 科技七雄 那Kelvin呢 其实都想问 英卫达NVIDIA 那他呢 首先他自己的问题 就是 500元有货 那现在都有200多元的盈利在手 那如果 那业绩之前再买多一点 好不好 就是他说业绩之前 因为呢 其实他呢 就2月21号 就这个 我们 就是 星期三 就会公布他们呢 新一个季度的业绩表现 那当然呢 你大行 其实看他们的业绩 都是觉得他们在今季呢 其实的盈利啊 或者是那个 那个毛利率方面 都是会有增长 那可能大家都关注 究竟他们 未来的情况 究竟会是怎样 那股价呢 就是我不知道 Chris 现在会不会其实都已经反映了很多 在今次那份业绩的身上呢 就是业绩前后 现在好像这些 很多朋友都是的 就是可能已经是有一定的盈利在手 又想再加货 或者 不知道 可能想吃糊 怎样都好 那究竟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这件事呢 500多元买就是一个好位来的 因为呢 你看看整个走势呢 在1月8日就突破的 突破完呢 你找个位买呢 其实呢 就已经差不多 就是告诉你 一个最佳入市时机 所以呢 它买得是漂亮的 因为刚刚破的 那也是呢 破了什么呢 破了呢 早前 在2023年 5月呢 直至到今年1月的波动区间的顶部 那是个好位来的 那我想这位观众都会看图的了 那升过上来 那现在卖不卖了 你猜呢 通常出业绩前呢 我是不是太建议大家去再追 因为呢 业绩的东西我们没有人知道的 OK 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那所以我通常呢 业绩前呢 我会先吃成糊 的 跟着业绩做得好 市场追捧的 我就再翻兜再入 那我不会拼搏这一下 因为它万一业绩不好 它滚下来的一下呢 那几乎可以很大 通常 美国波动性很大 我见过呢 就是它出业绩不好 它可以跌两成三成 不是说笑 是很厉害的 但是业绩做得好 它又可以升到三成 但是说真的 你赢钱 你无谓地输给它 你宁愿 你可以看回 上次呢 在5月20几日的时候 都是说 业绩两位 那你就慢慢再追回 都不像 你是赢少了一个几乎的 OK 赢少了中间有一个裂口位 但是你之后会升 那你又不用这么拼搏 因为万一不OK的话 它跌下去 那你就会试 那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在这个业绩出之前 我见过很多 其实都是 叫做 回一回之后 有机会弹的 但是我觉得 这些是不考虑的了 还有一件事 你看它的股价 现在是七百多元 它的基数这么大 在一个高基数的情况之下 那未来的时间 它的股值又贵了 能够有上升空间的百分比 就是说百分比 会不会是增幅得很大呢 有市场惊喜呢 我觉得不一定会的 因为呢 你现在说的 股值已经是一点也不便宜了 那你再要大幅上升 其实是更难的 如果你真的说 很低残的 那当然升上来很轻松 那百分比更多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的因素之下 我觉得 前景不是很差的 OK的 但是由于可能市场有很多 例子 可以沽你的有多难 那是说那个增长 就是顺血预期 那就是沽你的了 那既然有这些情况 可能发生的话 我就会现在这些位置 就是在出现之前 先走了 而且你见到这些市场 这几天了 开始有些横行 似乎大家观望气氛 开始浪厚的 那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先来一场 接着之后 看看业绩做得好吗 做得好 不是我们自己看的数字 就是数字出来漂亮不漂亮 而是市场 告诉我们 究竟有没有追捧 如果再有追捧的时候 我们先考虑再进入 否则我们就先吃了糊 这个就是业绩的前后策略 但是如果你说长远算 因为我刚刚听Chris说 你在美股里面 我想今年都是AI年 或者科技股年 那大体上的大方向 如果真的我们要去选择一些科技股的话 就是我们又怎样部署呢 就是有没有机会 可能NVIDIA 它有机会可能有一些 十至十几个percent的回调的时候 就是一个好的上车机会 一个中长线部署的话 因为NVIDIA创立了历史高位 那你唯有靠一些技术位去看看 那如果你说下一些比较大的位置 那其实就是接近2月1日的收市价 那收市价就是630元左右 那我觉得这个位置是一个相对大的位置 因为你见到后又升上来 它中间没有停过的 它连一级楼梯都没有给你的 但是如果真的要去哪个位置才买呢 那你现在拿着的 那你就会跌很多 那我又不想博了 所以你说 没有货的 那就去看一看吧 那座底 都落到接近660元左右 这位置才考虑吧 但是你也要考虑吧 如果你有货的话 想走不走 如果没有货的话 我现在一定不追 因为出业职嘛 出业职 我其实可以很好 可以很差 那我何必要博呢 我宁愿你出业职 你告诉我你做得好吗 接着市场买不买你的套 那如果买你的套 那我就一起买 如果你说自己做得好的时间 那市场不买你 我觉得不是 你又有隐忧 会不会增长 即是会减速啊 或者其他有其他的因素啊 那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不如你不要博 那你等业职出了之后 才再决定一下 那你刚刚看过 如果去回620多元这些位置的话 那跟现价计 都回调差不多一成了 都有10%的了 这个大家都可以参加留意 那这个就可能我们要等了 NVIDIA星期三业职 那我想最主要就是看一下 它究竟那个阶段 会不会有什么更加 令到大家市场很驚喜的光景 那但是呢 那在美股里面 其实很多重磅科技股都公布了业职 包括可能是 例如微软啊 Google啊 Apple啊等等 那些 那但是你看到他们公布了业职之后 那股价都不 例如好像微软为例 那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动 那如果部署上 都是AI的范畴的话 你会怎么去部署呢 嗯 其实我觉得Meta做得挺好的 因为Meta呢 它有几个点的 股价升上 因为第一件事 业职做得好 第二件事 它做回购 大把钱做回购 当然啦 你也有些注销了 那ROE也会提升 那对股东有利 第三件事 它派息会几个科技股 那就是又有惊喜 所以几个东西加上 其实我觉得Meta是值得考虑的 那你现在看到它走在 trading range 那你就看看 即是近期的 2月15日的高位 488.62 会不会破到位 即是近期破 如果破了的话 它应该走 因为你看到它上股股的胆识之后 它没有什么回过 在横行之中 我告诉大家 市场在消化的好消息 那当消化完之后 就会离开 那你才会离开 那我觉得这款是值得留意多一点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究竟业绩和当中 除了业绩意外 有没有其他东西 令股价刺激 那这款是做得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款不妨看 但是 这些昔日的 都是挺帅的股 例如Tesla 就算了吧 这些可以放弃 拜拜 这些不用想的 因为呢 美股仍然一直创新高 它仍然在低位备备 而且它也有很多压力的 因为你看到 其实它的交付 已经被阿迪超越了 即是第四季 而且一直都在做减价战 减价战就在蠶食着 毛利率 大家看到 而且将会迟了一段时间 所以这些又损人不理己 大家在这里来卷 所以令到不但是Tesla出事 其实内地的电车股也出事 所以电车股暂时是不能够搞的 所以这个可以基本上剔除它 又是微软那些行不行 微软那些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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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唯独是Tesla 嗯 那有些评估 是的 评估差一点 因为 一直在大行说 他们 就是 这个15 那些消失不理想 那你看到 其实它那个格局是弱的 那你留意一下 因为 它现在似乎在走一个 就是叫做下跌的走势 如果一旦跌穿2月2日的低位 179左右 它有机会跌得深一点 那这只所以不够搞 所以说 你说现在的七雄首选 我觉得META是值得去看的 那其实除了META之外 还有一只呢 Amazon Amazon 都可以关注的 但是呢 也是一句 它弹了上去之后 你等它破顶 破2月12日的高位 消化一些消息之后 那些资金再回头 那就会再升 那就要过到175.39 那大家留意住 那你就先看META 和Amazon 那其他那些 不是那么英俊的 那就先去吧 因为 坦白说 反正大家资金有限 你不能每一只都买的 那你就选一些最美的 嗯 嗯 是啊 那这个呢 就是比较大那几只的科技股 那当然了 我看到JT就问究竟 AI五股究竟有什么看法 那刚刚 Chris都说了好几只的了 包括有NVIDIA 有这个Microsoft 那如果跟AI有关的 例如是Amazon 甚至是超微 那个SMCI 呢 我们刚刚都说了 那大家可以听到这个 playback 那这个时候 那当然大家一定要是 给个like 我们支持我们 那也都要订阅我们的朋友 那还有呢 都想和大家说一下 就记得 就follow我们这个IG 那我们现在的IG 就看到画面上面 就invest talk talk 那我们很需要大家去支持我们 follow我们的IG 给个like我们 那我们都会帮到大家的 那另外呢 也有个小的开户优惠 想和大家分享 那当然了 现在大家都会炒股 那但是其实炒股之外呢 那大家都可能会是 买黄金 就是买实金 甚至可能做一些的外汇交易等等 那现在呢 我们就有一个 ez.com的一个全新的开户优惠 那只要你开户的话呢 你就立刻可以抽奖 而抽得出来的奖 就包括有500 700 1000和1500元的这个的 的礼券 那当然里面就有HATV Mall 有这个的苹果礼券 甚至是百佳超市礼券 而这四个银码呢 那个的中奖机会都是均等的 那另外呢 那大家就可以用我们这个QR Code去开户 那开完户之后呢 那就立刻会有刚刚的抽奖 而另外呢 那你跟着之后呢 进行交易的话呢 那你进行交易的话呢 那我们是会额外再有一个 一个礼券送给大家 那根据大家究竟交互交易多少手呢 那最少呢 那最少呢 交易28手呢 都会额外给多1000元 而交易88手的话呢 就额外呢 会给多1万元 最多1万元 就是连在刚刚那里的话呢 最多可以有超过1万元的优惠给大家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就经我们Invest Talk的专属优惠去买 就做一个开户优惠了 这个z.com 那好了 那这个时间呢 很多朋友继续在那儿等着 Chris呢 就有些问题想问他 那都打个招呼先 Calvin在那儿 早晨 Ray呢 都跟Chris Lee拜个年 那Queen Lee在那儿 那Leoson都在那儿早晨的 那我看到这些朋友 都有一些港股问回 都是 不如回答一下美股 再说一下美股 YT想问一只例来 LLY 香港上市的约股 Chris 你就同样了 但是美国上市的减肥药很厉害 那例来 都继续是破顶格局 现价追 行不行呢 好 那些东西呢 又是miss了 因为呢 你看回 由这个白月白日 直至到 1月2日 是有一段大型的波动区间 接着你看到 2月5日突然间 大成交 你知他又是来了 其实这个pattern 是典型都不得了 然后突然就震你创 突然之后就不升 那现在 我觉得 等于回了才买 现在不是高追的时候 那你回一回 那你看一下 大概落回去 730元左右 有没有机会 那你再买 那到时要看的 不是落到730元就买的 落到那个位置 然后呢 开始回升 做一样 那你就想 不然呢 那跌势 那我觉得 这个格局 暂时 应该是要等它回 才买 不是高追的了 那你高追那一下 即是你追那一下 那一下 那几天是追的 现在就过了 那这款我之前也有提到大家买的 那 除了这款之外 大家留意一下 其实近这几两个月 很多美国的医疗股 都涨了上来 那不妨去留意一下 整个板块都涨得很好 那 那 就是 当然了 这款是说减肥药 有些坚密的东西 但是 我觉得 不仅仅是这款升的 其实医疗股 很多这款都涨了 那你可以留意一下 那就是其他 因为其实 你讲一下美股 怎么涨 美股呢 刚才说的 例如SMC ID上升了很多 你三四百元 买了 之后 它上升到一千元左右 那你未认为一千元 那九百多元 你开始费费 那你赢了之后 其实就不应该 继续在想着 这款再狂升 升到二千三千 不要想着这些 那么无谓的 因为股价升到差不多 看到RSI 又超买到 来西大店 然后又有些亢奋的情况 应该是吃了糊 跳去第二只股 又是刚刚 譬如LLY这些 在2月5日又做了一个 下跌上来 然后开始有少少调整 然后又是上去 那 变了你在这个时间 还未可以买这一只 这只赢完之后 你又跳第二只 所以每天 你都要看看 有什么新的股份 出现这些模式 那你将赢了钱的 就抽回资金出来 赢了 放进去 另外一只 刚刚开始爆 每天都有这些股 因为我每天做的观点 list 其实是每天都有的 因为你不断在那里 好像一个板块轮动 资金不断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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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一直 我只是中心粉丝 只是卖SMC 那是不行的 因为那些钱是会炒完之后 走了就要炒其他 它不会很中心地留在那里 除非你炒那几个七行 刚才提到的几个股份 Ninfidia Meta Amazon 那些 那些股主也是要炒它 那它是会走一个大浪的 大浪去走 但是中间会有调整 那你看看你 熬不熬的调整 你熬不熬的调整 你熬就好了 不好意思 如果你熬到的话 那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说是不能熬的 那你就不要去熬 那你就跳到第二个去买 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是炒美股 听你自己的做法 你说我真的要赢得尽 和我都看市 那你就可以 刚才我这样说 如果你不是的 我买在这里放的 那可以放的 但是你中间有一段 跌下来 那你要顶得住 可能跌2成 2成去3成 那你顶得住之后 那就上回去了破顶 那你就赢了钱 所以 这很视乎你自己 那个操作的风格 和你对市场的灵敏度 加上你有没有时间去看市 是啊 那讲开 如果看开例来的朋友 都会看了NVO 羅和洛特 都是减肥药概念的股份 那其实呢 都在高位那里 还有刚刚Chris说 近期的药股很厉害 查一下其他药股 例如是 我们比较熟悉的 Merck 密沙东 OK 其实股价都在高位那里 但是我想问一下 那个资金流 其实都是 就是刚刚开始流入了一阵 还是都已经流入了一段时间 差不多两个月了 是的 两个月 因为其实 我每一看这个市场的时候 我看看哪些股 开始突破成交大增 其实反映资金才会做到这件事 初时都是只有几个医疗股 然后发现越来越多 可能一天有十个八个 然后第二天有二十多三十个 那你就知道 越来越多 就是单一只 整个板块 那你就知道 原来资金正在炒这个 医疗板块 就是AI不简单 那你就看到 OK 可以走得上 所以大家炒股的时候 是要看板块 很多板块的 又给大家参考一下 MasterCard 可能你的袋里也有一张 MA 其实 这些都是有资金一直在炒的 你不要说是MasterCard 你看到Visa Visa也是很厉害的 就是MA和V 这两张 那这些就是说 其实资金就是炒这些 那你就瞇一眼 其实你瞇一眼 其实你瞇一眼都会赢的 因为你看一下 自从Visa 2023年11月开始到现在 都没有停过 每天都升 老实话说 现在是计权戒性 你只要买到一只 有资金入 破了位 就升的了 就是这么简单 美股就是这样 美股就是这样 美股是容易 港股 很多港股是 你对到头发都掉了 你都未必捉到一只好好的股 但是美股呢 你是大概很快 你会大概拿捏到 哪个板块 或者哪个股是可以的 嗯 好 那这个就是美股的方向 就是我们用资金去部署策略 我们回来 在直播室里面也有些朋友 就问港股 首先我看到有位 Tai Lung想问 2015理想汽车 多少钱可以买 是 刚才说的 全球的电动车 都是在打价格战 那你现在2015 上日 比较稽固 2015是在16日 刚刚上到128元 128元 刚去到250天线 你再拉回横线的时候 你会看到其实它有差不多 碰到10月22日的低位 127.6元 亦都非常接近 它的烈口位 10月19日 当日的开市位 是128元 其实来到128元 每次都看到有些位置 顶住 所以这是阻力位 我暂时看 不是很容易博 所以我不会考虑 因为已经升了几天 如果真的很喜欢这股 你要博的 你也等它下10天线 这个位置250天线 就是刚才所说的 每次下到那个位置 都大乱上来的时候 就是去支持 突然间你低于支持位 你实际上叫做支持变阻力 这就是明显的阻力 那你有两个这样的 单单位做了阻力 再加上250天线 三重阻力 那我就不太乐观 我觉得先观察一下 你过到250天线 过不早就不想 好 这个就是2015 然后我看到有朋友 都是问车股的 但就问大那只 比亚迪1211 大家的问题都是 如果整个电动车板块都不行的时候 其实连龙头比亚迪都受压 现在我们都担心着 他们在今年2024年开局的销售量 其实会不会有机会 可能过了最顶峰的时间 就是增长可能未必会太厉害 就是它怎么样呢 就是中线部署 是不是前景没有那么乐观呢 已经 暂时都是旺金不旺财 其实 汽车股来说 你作为用家是很划算的 因为你买的电动车 十万八万有的 但是你知道它们的毛利率很低 其实比亚迪的毛利率一向都不高 比特斯拉更低 所以它是靠量去做 如果它交付稍微缩一缩 那就出事了 所以其实不容易做 一定要长期 因为它也是处于一个很高的交付的数量 才可以的 那么 看到股价方面 往往都是穿了20天线 接着又上不到50天线去回 暂时 我觉得 先观望着 因为它整个销局还没有改 如果你即是扭转了 这个含格局 那就有得想 至少要破了一个阻力位 阻力位就是说 大概去到2024年1月24日的高位 201.2 破到这个位 现在的水平也有十几十元 如果有钱买其他东西 未必一定会买这个 那现在比亚迪是没办法可以做的 就是淡也不做的 是吧 不做 有几样东西 因为现在最尴尬的是什么呢 我们很简单 拿近日的低位在2月5日 低位167.8 你拉水平线 你会看到 其实它大概在2022年11月28日 去到这个位置反弹 然后再早一点 1228日去到这个位置反弹 再早一点 在3月14日 2022年 这个位置反弹 每次都在这里弹 但是弹完之后又散了 那现在它既然在这个位置 又再弹的时间 那你当然不会去做弹 你博它守得到 但是守得到之外 它弹得多高是一个问题 那刚才给了阻力位大家参考 破到这个阻力位 是不是弹高一点 破不了 因为其实刚才给大家的位置 也是刚好是50天线来的 就是两个商场阻力来的 所以真的要看 那现在就尴尬了 阻力力又未到 支持位置又对弹上来 那你两边都很难做的 嗯 好啊 那接着另外阿森就想问 和车股有关的玻璃股 那就是6865福莱特玻璃 那调节高位都调整了不少了 那今天来说还跌了超过7% 但是他又想问一下 如果这样调整过后又能买不买呢 玻璃现在没有人炒了 那不买了 你看一下它 之前是10.7% 在2023年到12月左右 接着弹了一阵又下跌了11.0% 然后现在今天就回了多少 它现在是购买的 我们把眼界拉闊一点 由2023年的11月9月开始 但是当然的高位接近16.18% 其实这个位刚刚是碰到2024年的123米高的附近 好了 拉了水平线之后 你看到两个高位 然后你再参考一下10月 应该说10.7%这个位 大概这个位 你就再拉一条水平线 又是接近1月30日的低位 11.3个人 那我们走到Train Rhinx 今天是在Train Rhinx中间 那没有什么特别 你又不偏高人偏低 你两边都不是人 你做淡又不着数 做好也都不傻 那我觉得这就是你 人是要买 你在Train Rhinx的底下买 你要沽就上到Train Rhinx的顶沽 那现在你两样都不是的时候 就没什么可以做 嗯 那现在其实都没有之前 有人说了玻璃股 说了那么多 现在完全是跟之前 我想年多两年前的格局 已经差好 这个就是港股 但是其实港股 将来都踏入这个业绩期 那应该 将来星期三 匯控就会公布它的业绩 那其实匯控本身的股价 都是区间上落为主 那但是 业绩前后 你对匯控的看法会是怎样的呢 因为大家都可能在关注它 虽然可能会赚少了钱 但是有机会 会不会又再加码回购 甚至增加牌食 那怎么看匯控的策略和技术走势 其实回购它就是这样的了 它现在是惯性回购的 但是你现在买买 都说了一句 美股也很好说 你等出业绩才好 你不要赌这个业绩行不行 因为我们赌的真的不审神 我们都没有把握的 但是当你出现业绩的市场 告诉你要走哪里 那整件事就会有把握的 所以现在我觉得 有货的就等一等 我没有货的就再看了 那如果稍后 下得到250天线 会不会再弹 如果你要留下买的 那这个位置也是 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的 因为你以250天线 和近期1月9月的高位置 其实现在是偏向有点高的 那如果当这个是一个 上落格局的货 所以不买 如果有货 我反而会先走一走 那就逼一逼 出业绩那一下的消息震荡 因为你不知道升年跌的 嗯 但是他会不会 他的走势怎么也好 过他的儿子呢 恒生 是吧 恒生是很不够的 因为恒生主要是做本地的事业务 也都以这个按揭为主 因为说真的 地产股也不行 那说真的 现在买楼也卖不到 刚刚春节假期 新年呢 原来呢 代理一间都没有买过 就是从来没见过这个情况 嗯 还有之前呢 大家说买不到楼 又不知道为什么不出来买了 现在看到这个情况 所以其实 因为我一直说 刚衰 其实很老实说 大家要知道 买多余 这个是不切实际的 大家买楼也是希望 在一个投资 是有钱赚的 在一个升势之中 你去买 那就多人买了 在跌势之中去买 你经常觉得 我今天买完 明天又跌了 我就亏了 我又要工有成 所以老实说 就是楼这些东西 大家除了真的有需要之外 我想十多 有九个都是当一个投资产品的 所以呢 楼街市的过程之后 其实呢 就很少卖价 所以现在 既然本地的地产股不行 那这些相对下的 本地的地产股都不行的 即使呢 即使呢 你说呢 因为中国香港都是跌到一百六 因为它都是做很多 即是我建议没有 那现在没有了嘛 所以不会很差咯 嗯 我们回答一下两条问题 三百百港交所 想问 Chris这位朋友想问 是不是已经转了 可以看回好了 嗯 要多看一会儿 因为其实呢 我觉得稳定一点 你等它 听会破到 去年 10月28期高位269月 因为港交所呢 也是很吵架的 可曾说 大家都知道了 港交所的收入来自哪里 就是大致成交金 每天都这么贵 都贵了很久 即是你看到一路呢 一路呢 一千亿都不够 这个时间呢 很久了 那你也看到股价又是弹起了 因为大家知道 它收入差 第二件事呢 就是说 那个IPO方面 其实现在香港没有卖票 即是少了 即是少了 很悲惨的情况 那今年呢 不知道会不会是更好些 换了一个新的主席 但是换了之后呢 其实好像 好像没有什么做过 不知道是不是躺平了 所以呢 所以我对308 是没有什么期望的 很多是选择的 有钱可以买一些 相对好些的 这只我不觉得是好的 最多都是跟附美的 就是别人走他便走 他又不会带领市 而且老实说 你如果上到千亿成交 上到每天 每天在千四五亿流上 跟着IPO更多 那我就会看它更重 那现在 每天都得到一丁市那么多 跟着IPO又不好 那你很难 鞭策它会上去 所以这就不想 嗯 嗯 好啊 Mark Cowan就想问些赌股 包括27号的银鱼 和2007号 那大家知道上个星期 那些赌股就热炒了 但是今天回来 都好像有一种炒完的意味 都跟着大市 都要跌 甚至还跌得多个大市 银鱼跌4% 那新豪呢 就现在都要跌6% 那但是好了 可能就是大家觉得 调整又是不是买货的机会 行不行呢 其实现在赌股也不赌的 它的赌桌又不开 实际上有朋友过去澳门 他说开得一半多 一些三分二不到 接着新年都不旺 那主要大家去玩什么 玩去那些叫做合家欢的东西 看一下演唱会 玩下水上乐园 那些 那是不是真的要去赌钱呢 其实现在少了很多 和中场那些大家知道 现在没有散意 所以以前那些搞中场VIP那些 现在基本上都不是那样东西 整个游戏规则转了 那变成了 他们的盈利一定是很大改变 因为以前好实说 一直做到的 是很好赚的 有几可 是狠赢得到财 但是今时今日 既然游戏规则改了 不是以赌为主的 以一些度假村为主的 以一些合家欢娱乐为主的 那这个盈利收入当然 就真的会大幅上减 所以整个 business model 都不同了 所以不要拿着以前的想法 去炒这个赌股 放假就弹一下 多人训酒店 但是不是赌收特别多 我相信 所以这些有季节性的 偶尝炒一下就算了 如果不是的话 就去搞它 嗯 好啊 这两个27和200的概念都是一样 短线就炒完了 还有今天来说 你看到两个都是大阴烛 我们看到恒生指数 我们说了这么久 还是跌100点左右 成交是多的 但是似乎内地股市的红盘 高开后无以为计 也拖着股市 但其实内地股市不算太差的 你看到上证现在都有1%升幅 但是港股就好像不太能跟得到 待会再看看下午回来 会不会的势势好些 今天先谢谢Chris 我们的开始talk 先和你聊到这里 但是我们今天 终于下午都有不同的节目 包括我们今天会有饭局 也会有继续我们逢星夜的股开流针 大家可以留意下我们的下午节目 我们下午见 下次我们先和Chris聊过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开始talk 拜拜 拜拜 夫子 里下午 2 3 3 一